伊拉克十二派穆斯林佔多數地區發生一系列汽車炸彈襲擊 共有60人上升 一輛巴士在意大利近拿不勒斯 從高速公路墮下15米懸崖落入峽谷 共有38人死亡10人受傷 瑪利經歷了長達18個月的動盪 其中包括軍事政變後 舉行首次總統選舉 選民踴躍投票 科威特官員公布議會選舉結果 處於少數的10業派 失去超過一半的原來席位 秘魯數千人示威 抗議總統烏馬拉未能兌現承諾 當局以催淚彈和水炮驅趕示威者 卡塔爾首間環保屋 可能是中東綠色未來的方向 習近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